哈喽大家好,我是Zoey,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群慌9830级版的比赛解说,这场比赛是乙帅夫人大战装甲车,装甲车很久没有出现了,但今天出现他能不能战胜乙帅夫人,因为乙帅夫人现在是98C的常驻玩家,我们来看乙帅夫人用安迪手发,乙帅夫人还是三个不走寻场路的角色,现在装甲车呢,装甲车用七甲车手发,其实在之前的话,装甲车的七甲车也是国府七甲车,这个没有毛病,连招 接比赛,虽然说接的不够花式啊,但是伤害里还是很高的,轻腿切换模式,一个大招接撞,后面一帅夫人这个血量基本是残了,但是因为是第一局这个气量不足,对装甲车也不能把他给一套带走,反而被安迪给骗了一下子啊,打着一个腿,哎,跳CD接生龙,打着再腿,其实还可以再腿,给他又骗过一下子,看来很久不打98C啊,装甲车确实不如之前熟练了, 亲手点到一下,突然在最后一下出现了一个转机了,确实高手过招不到最后一刻,谁也不知道谁升谁服,你们来看第二局,乙帅夫人的游历,其实乙帅夫人这个游历是可以给乙帅夫人加分的,因为乙帅夫,因为游历啊,伤害确实很高,因为七甲车中招了,哎,游历用地头接圣物旋风腿,飞翔拳打抗,打抗就直接复合哪招, 基本带走了,你看游历这个伤害很高吧,接着看撞甲车下一个克里斯,撞甲车还是用八闪手底啊,对,他之前也是用八闪手底的,克里斯中间位置也是挺重要的,对,不比他的七甲车弱,这个克里斯,现在克里斯利用他的影跳CD,下半偷袭,都没有中, 现在游历呢,游历闪一下,现在暴击状态,要小心了,装甲车要时刻小心游历的超杀脸,给一套必杀摩克的血,后面耗一耗时间,把游历的暴击状态给耗掉,这样就安全一些了,但是游历有可能又暴一气,现在,哇,两次在地,又暴一气,还能抓到机会吗,这一把,克里斯这个跳CD跳的够狠,好,发扇滑过来,跟必杀腿,生龙腿带走, 游历没起上什么作用,前面看一帅夫人下一个篮球,一帅夫人的招牌抉择,大家也都,对,叫他这个,叫一帅夫人叫篮球了,因为他用篮球用的特别棒,洛奇闪现强反交了,哇,超比赛也复合上了,这一下装甲车的克里斯应该是跑不掉了,一波旋服的,两波旋服腿,给个大招复合,别伤害,拉过来还可以再接大招, 看,洛奇的伤害主要在于,他这个摔摔摔啊,连摔多次,会把这个伤害叠得很高,就是看装甲车的下一个八神 暴走八神,肯定是暴走八神了,利用速度压制对手,现在进行一个暴气,暴气跳C,旋风腿硬搞,没再搞,哇,跳一波CD,八神只能抢反八只女了,没有办法, 强反交了,他后面于帅夫人只要再抓一个机会就可以干掉他,看于帅夫人起身之后,直接闪,闪现又被抓了,八神直开太囊之眼,那洛奇也交强反,旋风强反都没了,哎呀,洛奇掏到一下子,完了,赵家车的八神没有了,暴走八神也是有缺点的,防御很低,好的,于帅夫人拿到了第一分了,我们来看下一局, 下一局还是同样的角色,一帅夫人用安迪对抗气甲射,其实气甲射,你别看他连招伤害比较高啊,但是他起手确实很难,甚至不如安迪起手,来的厉害,应该现在斩影圈凹到就可以连,双胜龙,接入BX给他一个推, 现在装甲车起身以后,应该只剩下半血了,他又被安迪套路了一下,哇,这个套路安装甲车没有想到吗,可能真的是很久不打啊,对这个套路啊,也是生疏了,即便是知道对准套路也是很难躲过, 第二个回合装甲车的克里斯,安迪直接爆气,克里斯掏个下盘,好,角落复合,即使啊,这个形成手指击以后呢,即便是很久不打,这些常规的脸招还是可以发挥出来的,只是压制能力稍微弱了一些, 安迪把弹枪弱弹出,弹出以后,主权出击来个波,看克里斯继续掏下半,安迪再闪一波,中断中了,这下子是高伤了,两次超杀恐怖烈弹, 波尔波尔杰升龙,大招继续给他一个推,没有气,没有气的话,装甲车主要是没有血块,装甲车又连到一下,好吧,一帅分主要是打法太浪了, 刚才不出这个斩影权到身边不就好了吗,这下子把小命给搞没了,接着看鱼帅夫人下一个小游丽, 第三个回合了,都是第二个人物,现在游丽用艳艺撤退一下,再来一下,没想到会中两下, 在高端局中这种中两下的情况还是很少的,第四个回合装甲车的发生, 这一局截斗比较快,霸山利用高速度,继续向人家冲刺, 哎,青木尼对空,黑手套,霸山继续套,霸山重拳居然没有确认上连招啊, 这下真的可笑,这下终于确认到了,游丽应该是招不保兮,保不住了, 回还三世带个八只女,现在再拉过来, 好,这一波一帅夫人肯定跑不掉了,青鱼一周接必杀八只女收掉, 第五局又要到来了,节奏确实很快这一局, 装甲车貌似也找到了手感了, 接着看一帅夫人的招牌角色,洛奇, 一个高伤,一个高速度,看谁能学胜吧, 都是有特色的,哎哟,骗过闪现,八只失误, 不失误,完全可以连一套他,又连上一套, 给一帅夫人这个机会啊,一帅夫人没抓住, 到时候他又送了个,送给对手一个机会, 八神圣龙葵花,算是到脚了八只女了, 这一局洛奇还能行吗, 哎,八神强反,哇好危险, 如果被洛奇逮过来炸一下子, 那可真的是难搞了, 现在洛奇,中了百合者,没有的强反, 那肯定是没了, 最后用一个八只女收尾,结束, 比分现在来到一比,我们来看第三局, 中甲车这一局找回了手感, 第三局是不是要开吐杀模式了, 其实不至于, 因为一帅夫人的技术, 现在也是突飞猛技, 因为战役拳七首来个波, 咦,战役拳再来个波取消, 居然被安迪压得去不来啊, 哇那七家车只能搞起一发生龙, 然后跳开想打逆向, 七家车七首模式, 不亚于就是下轻腿或者下轻手这样子, 哎呦, 想凹一下子凹不到, 斩引拳打到, 斩引拳再来, 七家车没办法进行一个反击啊, 因为拉得好像距离很远, 咦,七家车又有下轻手, 安迪自己躲过, 七家车下轻可以开了, 这个七拳来吧, 这下希望中甲车能打出高伤来, 呀呦, 特命迪帅夫人, 好像扶不了人了这次, 七家车发动狂攻, 前轻拳掺脚爆摔走一发, 本别结必杀, 好, 装甲车取得首胜, 看来这一局啊, 装甲车的手感比上一局还要好, 接着看迪帅夫人第二个, 优励, 因为双方是主力战, 这个角色是不换的, 游历非常容易打高那个角色, 其实和真武, 他们的伤害都差不多, 都是可以一套带走, 现在游历想地下, 游历比较灵活, 这是他的优点, 七家车和他拼拳脚, 应该是很难拼得过了, 拼速度更拼不过了, 僧龙来个波主要是伤害, 七家车有一套死连招, 现在游历双生龙界波, CD飞翔拳, 僧龙炫富的大僧龙, 装甲车血量不多, 但是并不是赢不了这一局, 七家车主要逮到一套切换模式连, 还是可以赢的, 逮到了, 但是他好像逮了一个炮拳, 轻腿切换模式, 暗黑地球上了, 现在乙帅夫人, 有点危险了这一局, 前进拳接炮拳, 来一炮, 哇, 没有气了, 但是抓个指令头, 也就差不多交代了, 乙帅夫人就剩下一个人了, 这一局装甲车, 果然开启屠杀模式了, 第三个回合, 乙帅夫人的洛奇出马, 洛奇先跳一下, 来个篮球, 中拳出击, 压到角落, 下方他再来个篮球, 哎呦, 用篮球接了一个站中拳, 其实刚才如果接得好的话, 距离拉得近, 可以接上接着连, 现在洛奇肯定要叫强反, 用强反干掉装甲车的切夹设吧, 对不配, 毕竟是当年的郭夫切夹设, 接着看装甲车下一个人, 克里斯, 现在洛奇直接爆气, 准备打一手高伤害啊, 看克里斯如何接招, 洛奇的进攻性还是挺强的, 下班攻击来个篮球, 然后板面吐鸡, 再来个篮球没有, 中招, 只要能搞到超杀连就问题不大, 克里斯肯定是没了, 就看一帅夫人接着怎么连了, 现在一帅夫人有两颗气的身, 用旋风的再挤满一管气, 用大招怼上去, 再挤满一管气完全有希望, 可以一套带走, 抓过来逃一下, 闪过来再逃一下, 大招崩一跑, 居然不用大招, 好吧, 这样的宝军实力居然跟了个篮球啊, 让人想不到, 先别看装甲车下一个人, 暴走八神, 装甲车只屠杀了两局, 后面两局就屠杀不了了, 现在八神能不能屠杀他最后一局, 洛奇表示我也要屠杀一把, 哎呦, 失误, 洛奇失误了, 慌了, 他可以抓过来跟个抄必杀, 这个伤害高了, 再抓过来, 再跟个必杀, 完了, 就是两个必杀的事, 大宝都八神, 现在进入到第四局, 一帅夫人居然反杀了, 用篮球, 装甲车呢, 装甲车非常懊恼应该是, 前期那么好的优势居然被反杀了, 这一局看怎么样, 这一局好像现在出了点问题啊, 哇, 有力, 比上一场更猛了, 僧龙旋风腿, 有一颗气质, 开飞眼封黄脚, 七甲车没有使上什么力, 接着看撞甲车下一个人, 撞甲车的克里斯, 其实这个克里斯不如派到首发位置, 把七甲车放到地儿, 因为克里斯打头这也是可以的, 哇, 亲手雷黄拳, 可以, 现在是暴气状态, 撞甲车又要受重伤了, 大僧龙, 比较下雪, 雷黄拳让他无法受伸, 再揭发暴力掌机, 哇, 现在还有两颗气质身, 空中释放一颗, 装甲车基本要交代了, 晕了, 一套晕连击, 没连死, 没连死, 一个生龙装甲车的巴神要出马了, 这一局装甲车就更难了, 好像心态上面崩了一些, 第三个回合, 下面来看装甲车下一个巴神, 巴神先跳地猫腰, 葵花应对, 机会来了, 游丽, 不至于一套带走, 抱着巴神打90%血量的游丽, 不会带走, 他顶多拉过来借个天堂之言, 然后再借巴主女, 感觉也带不走, 对, 拉个天堂之言, 拉过来给一首巴主女, 我觉得他不会给巴主女, 他选择了伟廉, 想伟廉抓谢风, 出了个地波, 这个失误有点大了啊, 现在巴神还中招, 游丽剩一滴血, 但是巴神没有了强反, 游丽完全可以搞黑一下, 好, 没有了强反, 那肯定是没了, 空中一发大招干掉, 结束, 好, 最后三比一结束的战斗啊, 大家不关注, 每天更新,